那么液体门控膜材料还表现出了不少潜在的应用场景 我们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就是探讨其在生物医学导管方面的潜在应用 应用导管是插入人体的柔软的管道 那么用于液体引流或者微创式的医疗器件植入 比如用于血液透析的血透管 和用于心血管支架的植入的球囊导管 以及我们的导料管等 现有的导管的主体管道 主要是用聚氨纸 硅橡胶等这种应用高分子材料 制备的实体管道 因为它们的生物相容性是很不错的 那么这种导管的话 它是可以实现物质从端口进入 从末端输出 那么这样的应用导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包括它无法与植入环境进行一个互动 它缺乏环境的适应性 相对于功能力是比较单一的 以及因为它在外界材料植入时 会引起一些血酸 感染等问题 那么为此我们就涉及了液体门控膜的应用导管 在液体门控的应用导管中 门控液体它可以动态的变化 使得液体门控应用导管具有压力响应性的 自适应频变的功能 而且由于门控液体的表面能极低 它可以降低血液成分的特异性的连附 从而具有了抗凝血的功能 那么与传统的应用导管 物质只能从端口进入末端出来的这种情况不同 那么液体门控膜的话 它可以在不同的位置提供功能性的药物 分子的一个定点的一个释放 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全面提升 应用导管的功能性和安全性 当然液体门控膜材料作为新概念材料 也是刚刚才起步的 那么我们认为它将在未来的五年内的话 快速地发展 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的应用出口 那么特别是在公共卫生 环境治理等领域的话 如废水处理 空气净化系统 和智慧城市领域的智能建筑膜材料等方面的话 发挥关键的作用